我自己从很久以前就会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有小孩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妈妈其实是一个保姆 所以从我自己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 然后我的身边就有比我更小的宝宝或是小小孩 一开始我的代孕的过程一开始其实不是很顺利 我跟第一个孕母我们做了三次胚胎植入 但是那三次胚胎植入都没有成功 我到处的在搜集有没有类似经验的人 所以包括说很多像Facebook上面的社群 到这些社群里面去问说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 那他们后来选择怎么做 我大概是在我的代孕流程开始之后 我才知道MHB这个社群 然后也加入了这个社群 正在看这段录影的你是有想要追寻这个梦想的人的话 他是值得你去追求的 只有在你抱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你才能够感感受到那样原来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经验 非常鼓励你去追寻这样子的梦想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经验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经验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经验